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分组查询 以及分组查询中 我们经常配合着使用的 像聚合函数 包括我们的分组详情 以及withdraw up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对于分组之后 是不是会产生一个结果呀 当我想对分组之后的结果 再次进行二次筛选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合上 我们的high wing子句来实现 那这节课我们就看一下 如何通过high wing子句 实现对分组结果的二次筛选 其实high wing子句 和我们的where差不多 where是对于我们的记录 进行的第一次筛选 而high wing子句 是对于分组之后的结果 进行的二次筛选 注意high wing子句 只能使用到我们的分组之后 那现在我们来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 查询 性别 组中总人数 包括最大年龄 年龄总和 再来一个用户名详情 这个呢比较简单 之前我们写过了 select sex group concact 写上一个 user name 组中总人数 我可以几个编写 as users cont统计一下 组中的总人数 as一个 total users 最大年龄 最大年龄 max的age as一个max的age 年龄总和 sum的age as一个 sum的age from 我们的cms user group by 根据性别分组 这和我们之前写的差不多 那现在你看一下 执行完分组之后 会产生你的分组结果 应该一共有几个人呀 一共有三个人 一共有三组 接着第一组中有五个人 第二组中五个人 第三组中两个人 接着我想对分组结果进行二次筛选 我就想查出组中人数大于2的记录有 那现在我有条件了 接着基于上面这个查询 再加上一个条件 查询 组中人数大于2的 那现在呢 把刚才的复制一下 当对于分组之后结果进行二次筛选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high wing子句 high wing要求是什么呢 组中人数 cms要求是大于2的 这时候你再看 得到的结果 已经把保密这一组给过滤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保密组中只有两个人 那现在你加上这一个条件可以 我现在变了 我想查询组中人数大于2 并且最大年龄 应该是干嘛的呢 应该是大于60的 那这时候符合我们条件的记录 是不是只有女的这一组剩下来 对那现在呢 你看 再加一个条件 再升一级 查询 组中人数 大于2 并且什么呢 最大年龄 大于60的 这时候和刚才一样粘贴一下 当再有条件的时候 最大年龄通过max的h 要求是大于60 这时候你再看结果 应该只剩下一组了 只有女的这一组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high wing语句的一个作用 同样的你可以带有条件也可以 那现在我们再加上一个条件 再查询一下 基于以上的操作 查询编号大于等于2的用户 那现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应该先写你的条件才可以 在分组之前先有条件 对于记录进行第一次筛选 where id 要求是大于等于2 那这时候你再看 查询的结果 应该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样 只有女的这组 那现在你能带有id大于等于2 是不是也能带有其他的呀 对吧 这是我们的high wing语句 好 那这个语句呢 也比较简单 但是注意 只能配合上你的分组来使用 单独使用是不可以的 你说我不分组 你直接写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时候就会报错了 你看到 在这我们先看一下 刚才我们把它去掉了 where id大于等于2 high wing count 星大于2 and max h大于60 我们没有实现分组 首先我们先来查询一下 只有女的这一组 现在你看到没有问题 总人数11人 你只查了这个性别 那接着你把id也查询出来 都拿过来 id sax group concact 这是你查的内容 他得到的记录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看到 他并没有进行分组 那刚才我们的结果也没有问题 当你再加上一个high wing字句的时候呢 你看到他也没有错 查询的结果和我们刚才看到的样子是一样的 他没有起作用 总人数还是11人 max h88 这时候你看到 因为你没有对他进行分组 这一点需要注意 所以说high wing语句 一定要配合上你的group by 才有意义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学了我们分组中最后一点内容 通过high wing语句实现二次筛选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high wing语句也实验一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